好的我们继续共同学习宗敬录 来往下看原文 佛眼观寂灭相 故不应见 乃至不如凡夫人 亦想分别见 上一讲我们提到了五眼的问题 那五眼最后一个叫佛眼 什么是佛眼呢 佛眼呢 它有个体和相的分别 相指的是现象 佛眼就是慈悲眼 大慈悲的眼就是佛眼 但是这一个佛眼是佛的相与用 不是佛眼的体 佛眼的体是什么呢 一切寂灭 无所见 不可见 没有见 不得见 换句话说是见而不见 那个是佛眼体的境界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佛眼观寂灭相 真正的佛眼的体是看到什么呢 毕尽空 一切寂灭 这是佛眼所见的 禅宗说一切见到的时候 比如楞严经所言 见见之时 见非所见 见由离见 非见所及 什么是见到呢 第一句话有两个见 叫见见之时 第一个见是能看见的这个见 第二个见呢 代表见到的这个道 所以第一个见呢 是我们在看的这个见的功能 第二个见呢 是我们见到的这个道体 当我们的心眼要见到的时候 普通讲明心见性 我们一说见到 总以为能看到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不读佛经 不听经文法的弊端 经常有人说见到 明心见性 那他呢不学 于是自己就想了 见到 见性 总得看见个 总得看见点什么 于是就开始自己发神经了 一会儿说见到光 一会儿说见到自己 一会儿说见到了佛 一会儿见到菩萨 一会儿见到了自己 离开自己的身体 这都是发神经病的 尤其是外道法门里 有的人打坐 说我看到内在一片光明 以为这个是见性 这是错误的 就算你真的见到了光明 那个也不是见性 你心诚 修的是正法 都可能会呈现这种光明的状况 那个都是像和用 是地水火风四大的变化 并不是真正的道 楞严经告诉我们 真正见到的时候 见非所见 什么叫见非所见呢 明心见性是个代名词 并不是你用眼睛 或者用思想看到一个什么东西那样见 所以说见非所见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见 你以为看见什么或者闭上眼睛 想象到什么或者梦里看见什么 不是你这个见 你误会了 见非所见 见由离见 见到的这个见 要离开心和眼 以及意识分别 离开了所有的见才对 离开了心的见 离开了眼睛的看见 离开了意识分别等等 见由离见 离开了所有你意识思想当中 所有的这个见 非见所及 不是我们肉眼或者慧眼能了解的 不是这个见 是一切见都空了 了不可得 这个才是见到的境界 宗敬路上永明言寿产师集中的各类经典告诉我们 佛眼是观寂灭像 这个寂灭像 以楞严经佛这四句计 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有的人说我见到光啊 见到佛像啊 见到菩萨来给我指示啊 见到这个见到那个等等等等 那统统都是非量 属于独影或者属于是独影意识的境界 并不是真的见到 甚至大部分走到了魔道去了 走入了神经病了 走入了精神分裂症了 乃至不如凡夫意想分别见 你总说我看见这个 看见那个 我做梦看见菩萨了 看到光了 看到如来了 你已经落在了分别意想当中了 你还不如普通凡夫那个妄想 你还不如不要羞 乃至不如凡夫意想分别见 你去看光 想要见到菩萨 想要见到如来 想要见到谁给你什么指示 想要见到死去的亲人等等等等 想要看因果 看前世 看宿命 或者自己以为看到了 把这个当成道 你这都落在了分别意想当中 乃至不如凡夫意想分别见 你还不如普通凡夫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还比较实际 凡夫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他真能吃到嘴里 凡夫说我今天晚上 普通人今天晚上去酒吧蹦个滴 他真能去 你还不如想想这个 你那个分别意想见 还都是虚妄不实的走入魔道神经病去了 你还真不如去酒吧蹦个滴 你还真不如晚上自己做点粉条 粉条炖白菜吃 那还真的能吃到嘴里去比较实际一点 我们见到那个见 不是普通人的 一般人的这个意想分别之见 咱们学佛修道 想要悟道 或者想成就一个东西 这也落在了分别意想当中 好像老年人 老年人聚在一起千篇一律 聊的都是以前的事 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谈恋爱 我怎么开创事业 下一次见面说的还是这些话 可能有很多 有很多人都知道 自己的父母 你只要跟他聊天 一聊都是那些话 他一要讲什么故事 你都听过八百遍了 他只要一讲什么 你都知道后面这个故事的结局 早就知道了 反反复复千篇一律 他脑子里面只有意 没有想 只有看回头路 不敢往前面看了 年轻人正好相反 年轻人没什么好回忆的 往前面换 往前面去想 是往前面的幻想 我们修道 学佛 做功夫 很多境界 落在了这两个心理状况当中 要么是意 要么是想 为时所生 为时所变 非意则想 一个人做梦 咱们就拿做梦来说 做梦有很多种 佛学归纳 梦有五种 一种是病梦 怎么叫病梦呢 生理上有问题 生理上有病 导致你做了一些梦 好比身上发炎了 内脏的火大 然后就容易梦到火 湿气太重了 容易梦到发大水 下雨 消化不良 或者关节发炎 容易梦到被人追赶 又跑不动 或者有东西压在身上 所以这些病梦呢 是从生理上来的 生理不通 或者内脏有病 然后呢 造成了你可能晚上 做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梦 第二种叫想梦 想一个东西 想多了 相信一个东西多了 想发财 想疯了 一做梦 就是梦到钞票金子 像有的人 一股脑钻进了 想买彩票 中大奖 成天到晚 想的都是这个 买彩票 中大奖的这个事 所以晚上做梦 也是这个事 晚上做梦 也是梦 再买彩票 再算号 这是想梦 也就是平常有人说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总是在想 想一个事 想多了 晚上做梦 也出现这个事 这是想梦 第三种呢 叫义梦 回忆引起的 过去呢 经历过 或者思想上 听到过 引起的 还有呢 比较奇怪的 梦到未来的事 这事没发生了 他先梦了 这叫预知梦 佛法里面呢 具有一种修法 叫梦成就法 可以修到类似神通 将来的事呢 在梦中知道 看得清清楚楚 比如说吧 我到少林寺 我一开始在少林寺 嗯 是到这个慈幼院 就是孤儿院 那个时候 在孤儿院的时候 我连少林寺的本门都没进过 因为慈幼院在登峰 他不在少林寺 所以呢 我在慈幼院待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我都没进过真正的少林寺的门 少林寺长什么样 我也并不知道 后来呢 有一次是到寺院去办事 但是也是车直接把我们拉进去了 然后拉进去呢 我也没走那个寺院的大门 走的是侧门 咱们到了方丈院了 然后我当时就想 少林寺就这么小吗 因为当时呢 就是在侧门 在侧面的院嘛 在西面的院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少林寺到底长什么样 而且还是晚上去的 再后来呢 我到少林寺了 正式的住在少林寺了 慢慢的才开始了解 少林寺的寺院是什么样 寺院对面啊 有一个往山坡上走一个村子 叫王指沟 不是平舌的 就是翘舌的指 手指头的指 手指头 王指沟 说是李世民来到少林寺 来这个考察 往这个对面的村子上一指 手呢指了一下 叫王指沟 我就住在那王指沟里面 然后每天呢 从王指沟走下来 在寺院里面办公 教学 晚上的时候呢 我再走回王指沟 但河南人当地人 他们不说这个翘舌的 他们都叫望子狗 叫望子狗 叫王指沟 再往旁边走呢 就是塔林 再往旁边往山上走呢 就是达摩洞 上山就是达摩洞 游客呢 一般就走这个路线 那我第一次 好好的来观察少林寺的环境 尤其是往塔林走 我说这个景象 我梦到过 我从来没来过 我也没有看过 至于我们说看这个影视剧的这个少林寺 跟实际的少林寺 根本不是一回事 你去看什么拍的什么那些电视啊 电影啊 少林寺不长那个样子 但是我第一次呢 往塔林这个方向走 往这个达摩洞上上 我就感觉我来过 这个地方 我肯定认识 至于具体怎么来过 怎么见过 不知道 后来我知道了 肯定是做梦梦到过 反正这个地方我熟 就感觉这个地方 就应该是我待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有的 有一些我们做梦的时候 感觉梦里来过 见到过什么地方 看见过什么人 谈些什么话 这是特殊的梦 也是我们阿赖耶识的根本功能 但是我们现在呢 还是讲异想的范围 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所有的梦 你把它拢起来 都属于平常见过 听过 了解过 或者回想过的经验 你没见过 没想过 没听过的 你绝对梦不到 所以西方人画的天堂 是西方的境界 东方人画的天堂呢 又是东方人的境界 所以人类的思想境界 就是这么狭小 你看这个西方人拍的那个 叫什么 科幻片 他们那个科幻片拍的很好 很有想象力 但是他拍的一些妖怪呀 怪物啊 或者一些什么呀 还是能从咱们地球上 能从咱们生活当中 找到一个基本的原型 好比你看那个哥斯拉 他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怪兽 但是你看他还是像那个 远古时期的恐龙 或者有一些大怪物 或者很像八爪鱼 或者很像鲸鱼 鲨鱼 或者是大蜘蛛 就他科幻片 他再怎么去科幻 最后呢 发现呢 还是跟这个 咱们见过 看过 还是会有 从这里面想象出来的 人的思想范围 超不过他现有知识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明心 不明白自己身心的本体 无量无边的作用 发不出来 所以都还在有量有边的线路之间轮回 一切凡夫的修行 观念往往就落在意和想里 要不就是现有的意识状态当中 而不自知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一句 凡夫意想分别 那佛眼的见道不会是这样 继续往下看 副次 就是再者说来 世间看东西 没有不靠肉眼的 咱们想看到东西 要靠我们脸上长的这个肉眼 依着眼神经 脑神经的这个眼睛 是因缘和和而生 一个人幻想的多了 在一般现实当中 另外看到东西 那不是这个眼睛的作用 是意想分别作用 是精神的错乱 误了道的那一个眼的作用呢 可以叫它慧眼或者法眼 属于精神思想的领域 没误到以前是非量 属于各种各样精神的病态 但不管是肉眼 慧眼 法眼 包括佛眼 都是因缘和和而生 佛法将世间现象离不开因缘 世间法一切有形的东西 都是因缘和和而成 咱们的眼睛能看到东西 要九个因缘 这还是简单的归纳 眼睛前面如果没有空间 没有距离就看不见 比如说吧 一个杯子贴到你眼睛上 你就看不到杯子了 所以眼睛要看东西 这个东西得和你的眼睛 至少有一定的距离 没有光也看不见 必须空光 加上脑神经 眼神经 一共九个作用 才能看得见 耳朵要能听到声音 得有八个因缘 耳朵不用光 所以把光给去掉了 眼睛能见 能看见 是因缘和和而生 和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撮合 聋起来发生的作用 下面说揭示作向 那是人为的 后天造作出来的作用和现象 是虚妄不实的 靠不住的 我们都知道 人闭着眼睛 那个妄想 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 生妄想叫做梦 但是我们不知道 瞪起眼睛 睁开眼睛 也是做梦 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都是做梦的境界 所以把眼睛一闭 前面看不见了 也就梦过了 原来所见 是虚狂不实的 大家不要错误的理解 虚狂不实 佛陀一直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 是虚妄不实的 所以大家就认为 有的人讲经 就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虚狂不实 虚妄不实 不是没有 你必须承认它的有 佛教讲空和有 空也是 即空即有 而不是不承认 这个世间的一切 你这样去讲 那就错了 你面前有个桌子 你能摸得到这个桌子 然后你说没有 谁能信呢 所以说呀 不是没有 虚狂不实 指的是 有 告诉你 这个东西有 是在这的 这个桌子是有的 但它是偶然的 是因缘聚合产生的 是暂时的 暂时能存在一段时间的 不实在的 骗人的虚晃一下 我给你举例子 好比 我跟你说 来 给你看看金戒指 把这个金戒指 在你面前晃一下 那你能说 没有这个戒指吗 你肯定说有的 但是我在你面前 虚晃一下 这个戒指并不给你 在你面前转一圈 我就拿走了 那这个戒指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毫无关系 你肯定也说 你有戒指是你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戒指也不给我 对了 这个世间的一切 就是这个 在你面前虚晃一腔的 金戒指 和你没关系 你以为你住的房子 你以为你卡里的 这个银行卡里的货币 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的身体 都是虚晃一腔 骗你的 暂时的 不实在的 这个叫虚狂不实 虚妄不实 指的是这个 你脚踩着大地 身上穿着衣服 你不能说他没有 他有 但他是因缘俱合 不实在的 不可能永远属于你的 骗你来的 虚晃一下 走掉了 你这个肉体 也是虚晃一下 就走掉了 只不过这一晃 你觉得好像晃了几十年 从虚空的角度来看 不过一眨眼 转瞬即逝了 对真正悟到了佛里的人 不信 不用 什么叫不信呢 不相信这个 世间的一切 是真实的 注意 这个真实 和普通人讲的真实 不是一个意思 你去跟普通人说 我这个桌子 是不真实的 他说怎么不真实啊 我拿桌子砸你脑袋 能不能给你砸蒙了 你说这个桌子 不真实吗 佛教讲的这个真实 是说你真的属于你的 永久存在的 永恒存在的 才叫真实 不能永恒存在的 就叫不真实 他不是普通人 不学佛的人 讲说真实 普通人说真实 不真实 好比说吧 你告诉我说 我把500块钱放你那 三个月后变一千 真实吗 到时候三个月了 你真给他一千 他说真实了 普通人认为的真实 是这个真实 那我问你 你存500 他给你一千 这一千 你能永远留着吗 如果你永远留着 这一千块钱 就等于没有用的东西 是一堆垃圾 因为钱嘛 你永远放在家里 不动 这个钱就没有价值 是废纸一张 等到你死了 两腿一蹬 这些钱 他也没发挥作用 如果这一千块钱 你说我有用啊 我买好吃的 买好穿的 买好玩的 那这一千块钱 也不是你的 在你这虚晃一下 进来了又出去了 那他也是不真实的 佛教讲的真实 是这个意思 真悟道的人 不信不用 不相信世间一切 是永恒存在的 甚至于不用它 不在这上面 继续做文章了 不去追求 这些假的东西了 我们经常喜欢 听别人讲一些消息 喜欢听谣言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真事不愿意听 愿意喜欢听谣言 或者喜欢 或者说喜欢听 对别人的批评 中国文化有一句千古名言 叫谣言止于智者 世间的谣言空话 虚妄不实的话 或者对一个人的诽谤 辱骂 或者赞叹 或者对一件事情的扭曲 这是所有人都会碰到的事 这个谣言呢 碰到什么时候会停止呢 碰到一个绝对有智慧的 高明人就结束了 这个谣言就造不起来了 谣言止于智者 有智慧的人 谣言传到他这就停掉了 也可以说 非量止于智者 这叫不信不用 世界内一切都是假的 你说这个事 即便是真的发生了 也是假的 有什么好传的呢 又有什么好讲来讲去的呢 我昨天呢 去这个浴池去搓枣 我们东北都有那种大浴池 这个浴池里面呢 有那种汉征房 搓一搓 蒸一蒸 泡一泡 汉征房里面呢 还有其他人 昨天在汉征房里面 就有两个人 胖胖的 壮壮的 那种东北 东北大老爷们的样子 看起来呀 都很棒 这两个人在这个 这个汉征房里面 就开始讲是非了 两个人往这一坐 聊的是什么呢 聊的就是是非 哎 那谁谁谁 就说他们两个 共同的朋友 说他儿子考上大学了 哎呦 我还以为多厉害呢 告诉我说 学一个什么 学个酒店管理 出来干嘛呀 管理酒店呀 开宾馆呀 开那个什么呀 开客栈呢 哎呦 还能有什么出息 这两个人就讲人家 讲人家孩子 说这个考上大学 这个专业 哎呦 我一听 这个这两个人呢 白长这么壮了 长得像一个大男人 很有气度的样子 结果一聊 聊两个人共同朋友的孩子 而且呢 说人家 那有什么出息 有什么用啊 我相信呢 当着那个人的面 他们两个人 一定说了恭喜恭喜 别人把自己孩子 上大学的喜讯 告诉他们俩的时候 他们俩当着面 一定会说 又恭喜恭喜 恭喜太好了 两人背后一起到喜悦中心去 就开始聊了 啥用啊 现在大学一抓一大把 出来都找不到工作 还酒店管理 能管理什么酒店呢 估计就上酒店当前台 当收银 当服务员了 可能那个朋友啊 是把自己家里一件好事 分享给他们 结果怎么样 其实这件事啊 本来没什么 人家有人家的事 哪怕你不欢喜 表面上恭维一下 表面上赞叹一下 也就好了嘛 那至少人家的孩子 上了大学 你上了什么呢 你讲的这些话 一看就是没知识 没学问 没受过正经教育的人 讲出来的话 这个就叫人性 家里有什么好事 不必到处宣扬 你一宣扬 别人表面上好像 哟 恭喜恭喜 太好了 背后不一定 造你什么谣 不一定说你什么话 那么酒店管理的专业 出来就一定管理酒店吗 也不一定 那酒店管理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挺好的 真正管理一个酒店 也不是容易的事 不信你去管理管理 所以这个叫什么呀 咱们在座的各位 应该做一个智者 不要去听信那些 所谓的谣言 谣言啊 诽谤啊 空话呀 虚妄不实 你去讲那些 听那些 对你的修行有什么用呢 对你的人生 有什么好处呢 不讲修行 就讲人生 别人好也罢 坏也罢 与你又何干呢 讲这一句话 都已经损了自己 不知道多少德行 一去讲是非 听是非 传播是非 不知道造了多少口业 况且咱们退一万步说 就这事是真的 它也是假的 这个事情发生了 也一定是假的 为什么呢 你不是当事人 你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 如果你是做法官的 做法律工作的 做律师 做法官 做检察院的工作的 你就知道了 所有人那个杀人都有原因 我们一听说杀人犯 我们肯定下 很害怕 可是你要接触了 你知道了 他杀人 他有原因 他逼不得已 你要真的了解了 他的故事 你搞不好 你还很理解他 还很同情他 所以就算是有这个事 你不是当事人 你也评价不了 你也没有办法评论 非量止于智者 这叫不信不用 这才叫大制度 如果佛还执着 一个佛眼在用 那就不是真佛眼 他也不是真的佛了 又问曰 舍利弗知心相常境 何以故问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 那难道佛的弟子舍利弗 他也是误了道的 在佛弟子当中智慧第一 他还不知道自己这个心 本性永远清静 为什么他还要怀疑 提出了见道明心见性 这个问题呢 大乘走的是入世间的路子 先进入世间这个大染缸 你入这个大染缸 非得被他染污不可 所以大菩萨要有 无上正等正觉的心 要有求大彻大悟 佛法的决心才能成就 走大乘路子 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就叫身入身着 菩萨道嘛 一定得入世的 不然你的愿力 始终不会那么广博 不会那么普及 这一走广博普及了 越陷越深 不可自拔了 等于骑虎南下了 其次呢 愿力越大 执着于愿力的实行也越强 这是菩萨戒律 属于大戒 行菩萨道容易走入这样的情形 但是你不走菩萨道的路呢 又不能深入身着 又不能成就大愿力了 所以有人问问题 说舍利弗都已经明白了 此心本来是净土 本来清净 怎么还问 怎么明心见性呢 有名颜兽禅师就回答说呀 菩萨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深入身着 故虽闻心必尽空 常清净 由意想分别 大乘菩萨境界 妄念不大容易断 往往在妄念里面打滚 要行愿 必然就要深入身着 虽然了解了自心 本来就是涅槃 本来就是清净 理上道了 但是他要深入身着 取世无心向 他又去揣摩无心的境界了 所以还是在意想分别当中 这是大菩萨的好处 也是大菩萨的大病所在 所以舍利弗才提出这个问题 明知道这个心本来空 为什么空不了呢 并且这个心究竟是有还是空的呢 他问这个问题 若有 云何言无心向 若无 何以赞叹 是无等等心 当成佛道 须菩提答 是无心向中 必尽清净 有无 不可得 不应难 若有 云何言无心向 假设我们这个心的体 生命心性这个功能 本来是有 那佛经为什么告诉我们 这个向是无向呢 若无 何以赞叹 是无等等心 当成佛道 如果心性本来是无的 是空的 那为什么心经里面说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呢 佛法是真实不虚的 不是虚幻的 不是空的 心经前面告诉我们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解 下面说 无言而鼻舌身意 无呀无呀 无到底都空完了 最后又告诉你 真实不虚 不是虚的 是真的 那又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会儿一路讲空 然后又告诉你 无等等心 当成佛道 什么叫无等等啊 没有 不可能再给他两个来相等的 没有再和他相提并论相等的东西了 舍利弗提出了这些问题 我们的心到底是有还是无 如果有 你为什么讲心是无相之相 如果是无 为什么你又说真实不虚呢 那虚幅提来回答了 佛弟子里面舍利弗智慧第一 虚幅提解空第一 虚幅提答 是无心相中必尽清净 是有无不可得不应难 虚幅提说呀 我们要明白 佛所提示我们 我们这个心性之体 它的相和用都是空的 是无心的相与用 换句话说 佛经告诉我们 原明清净 已经原明清净了 没得空了 有一个空就不清净了 连空也空掉了 才是究竟的原明清净 所以有一个空都不清净了 要有个有呢 那更不清净了 有当然得空 但你要说我空了 我已经抓到空了 你抓到空了 你有个空了 等于是个有 那就不叫空了 所以连空也要空 才叫必尽清净 那什么是清净呢 清净就是清净 清净应该什么样呢 但凡有个样子 都不叫清净 所以虚幅提回答说呀 是无心相中 必尽清净 真的无心 那叫彻底清净 有无不可得 不要讲有 也不要讲无 说个有是多余了 说无也多余了 说空也多余了 不应难 这个难不是指困难 是说你不要故意来问问题 你这个问题 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真正的那个心体之相 既不是有 也不是无 因为连空都空掉了 既不是有也不是空 所以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有无 有空都不可得 舍利弗复问 何等是无心相 须普提答 毕竟空一切诸法无分别 是名无心相 此无心相是集心无心 非待断灭 舍利弗又问了 什么是无心相呢 到了什么情形 才可以说是悟到了 正到了空的 无心的境界呢 须普提回答说 毕竟彻底的一切法皆空 什么叫空呢 空在这里呢 须普提下了一个定义 空指的是一切诸法无分别 意境上不起分别了 假设你现在说我很空 我把外缘都放下了 你有一个空 就是意识在起分别 你有一个空 你就跟不空在相对 你觉得很清闲 其实恰恰你在忙 有的人坐在那打坐 他说我空了 我什么都不想 这是想求一个清闲 他一天到晚很忙的 在自己把握住这个清闲 假设你跟他讲话 他会说你妨碍了我的清静 假设你让他帮你干点什么 他也说你妨碍了他的清静 这都不是毕竟空 须普提对空下的定义是什么呀 一切诸法不分别 没有分别 不起分别 忙中也很清静啊 什么状况都可以闲 什么状况都可以清静 一切相不分别 所以叫无心相 下面接着告诉我们 此无心相是极心无心 你要求一个空吗 空念头吗 他说你的心当下就是空的 不是你去空他的 好比我们每天每一个念头 你每一个念头都毫不停留 他本来极心无心 用过便修 你还非得造一个空的境界出来 那是你的分别 不是真的空 佛法讲的空 是他自动来空的 不是你去空他的 如果你打坐 用功夫求出了一个 所谓的空的境界 那是造作出来的 那是造作相 是妄念造出来的 所谓的你认为的清静或者空 所以是极心无心 非带断灭 不是说你这两条腿盘起来 然后跟别人讲 别吵我啊 我现在已经空了 你这个空了 你认为的空了 是把一切割断了 自己想要守一个范围的空 那根本是妄念的境界 不是真空 普通人一讲空 什么四大皆空 好比我们小的时候看西游记 或者你没学佛以前 你肯定有这个想法 认为学佛了 就什么都空了 吃也不剪了 睡也不选了 干什么情感也都泯灭了 什么都没有了 空嘛 从字面意思上 从中文的这个字上 所以一般你看那个出家人嘛 你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出家人 见人就合掌 眼睛挽脚 挽起自己的脚面上看 那眼睛都不敢看人 为啥呀 空嘛 不敢起情感嘛 现在你学了佛 你就知道了 不敢起情感 是没有情感吗 不敢起 恰恰说明你情感丰富的很 自己在这个内心呢 造作的多的是 况且学佛也不是让你没有情感 恰恰相反 是让你的情感变得更加慈悲 更加丰富 更加伟大 你爱人 你爱自己的父母 爱一个男人 或者爱一个女人 爱自己的孩子 那算什么伟大呢 你只能爱自己的父母和孩子 却不能爱别人的父母和孩子 那有什么可伟大的呢 你能够爱一个男人 或者爱一个女人 有的人会说 我爱他 我愿意为他去死 我愿意把生命都献给他 那你也是为了自己舒服 因为你把生命献给他 你自己舒服 所以你不是爱他 你还是爱自己 这些都是小情小爱 当然了 小情小爱也是爱 佛菩萨的情感是极为伟大的 而且非常丰富的 他爱每一个众生 都像你爱自己父母孩子和爱人一样爱 你本来的那个爱都是私欲的爱 都是为自己舒服的爱 我们经常看一些小说 尤其是琼瑶的小说 那里面说很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 让人听了很恶心的话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当河水不再流 那个世界到了尽头 我也爱你 你能活那么大岁数吗 问题是 山峰没有棱角 你在哪呢 喜马拉雅山没有棱角的时候 你还爱他 你爱谁呀 你自己的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你还爱谁呀 这些都是小情小爱 都是个人私欲的爱 或者没有你我就活不了了 你怎么了 你就没有他活不了了 所以你都觉得没有他 你活不了了 你不是爱他 你是爱自己 因为你没有他 你活不了 所以你必须爱他嘛 这些全部都是私欲 佛菩萨不是把这个 不是让我们泯灭所有的这种情感 不是的 学佛是把这个情感无量的放大了 好比说我们放生 咱们去放生 这就是把情感在训练我们放大 让我们的情感变得更慈悲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爱也可以遍及动物 动物也是生命 我们也爱这个生命 如果你只爱自己的爸爸妈妈 只爱自己的孩子和爱人 只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那这个爱还是很小的爱 但不能说它不是爱 所以学佛不是割断 不是割断情感 不要这样想 这都是错误的思维 或者有的人认为我要修行了 我打坐了 我把一切都割断了 你们谁也别跟我说话 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自己在跟外界想要割断 这个自己守了一个范围的空 这是一个妄念的境界 也不是真空 这就落入了佛法的大界 叫断剑断灭相 真正的空不是断灭相 极心无心 这就是六祖慧能悟道的时候所讲的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空是什么呢 当下就是 当下的这个念头 你不要把握它 它自己就会跑掉 本来空嘛 所以你何必再去另外找一个空呢 非待断灭 等待你做功夫 然后来断掉一切妄想正得空 那就错了 不是要去等待 而是当下这个念头 你不把握它 它自然就会跑掉 极心无心 本来空 当下即空 当体即空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